《低調》這首歌其實是令我爸爸影響的 因為他很小就跟我說要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所以有很多時候 譬如現在有社交媒體 我會說話上去 他就說低調一點好 所以他講了很多次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題材 因為也是一個我認同和學習中 我正在學習如何去低調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就用了低調來做一個題材 做人要低調 但你做藝人的話是不能低調的 那不是很困擾嗎 我又覺得不算太困擾 算不算是可能私生活 平時自己去哪裡吃飯 和朋友出街 那些我都不需要post太多 但因為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宗旨 就是做人要謙虛 少說話多做事 去到你的moment要shin的時候 你才有自信的shin 因為低調又不是叫你完全收藏自己的 所以我就學習平衡是怎樣 在舞台上的 我一定會拿我自己所有發揮給觀眾看 那爸爸有沒有NG 因為他始終已經是第一次上鏡 他拍攝這些而已 哇 我想說 我爸爸拍攝反而就不害怕 他害怕是Acting的 他說你要告訴我做甚麼 我要生氣不生氣 但是呢 我的導演是 今次邀請了波仔來做導演 他就說可以了 好像平時那樣可以了 所以他也有一點本色演出 就秉承住 他的低調 微笑看待事情 但是要出手的時候他也會出手 爸爸有一起演出 我想是第一個 我自己MV這麼大的製作 有爸爸演戲 所以 你有時看到 你這個位置 剛剛發了他的脾氣 那些東西 沒有 他做得好 我 真的 大家要看那個MV 他有一幕是替我不值得的 他說 他的眼睛戳一戳 是模仿鄭少秋 糟了 說不說可以的 是呀 他說 他說 我有想過 鄭少秋生生氣的時候 眼睛會震 他說 我不知道能否演到 不過盡力了 其他隊友聽完有沒有說 甚麼反應 除了稱讚爸爸型之外 他們有為我 第一個跳唱的歌曲 而感動興奮 你的手多還要是跳唱的 是呀 那你跳舞方面 有沒有覺得有點困難 困的 自己有沒有說 本身小時候學過跳舞 我沒有學過跳舞 我覺得排舞師很好的 他有排一些 就回我的層 但我也想跟他講 因為是inspired by 二重舞曲 也是一些小數模組的 曲風修 我都說 可不可以有一段是中國風修 他有些手勢 讓我裝模作樣 我挺喜歡這個挑戰 我自己本身 都喜歡一來一去 之後 之前很喜歡blackpink 最近mule jeans 真的都喜歡kpop 所以自己之前沒有去上課 但有跟youtube學習一下 動一下 但是那些是沒有foundation可言的 沒有工底 所以立刻去握補一下 才去做這個MV 我看到外國越來越多 跟觀眾或不同 content creator collab 我覺得為甚麼香港的 content creator 沒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我試試做街訪 我自己也沒試過做街訪 由初初question stickers 可以問觀眾問題 到真是親身去問他的問題 原來又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挺好玩 你給我幾粒音樂 然後鏡頭一轉就會有一段仔 那些歌會不會作成一首 再放上台 這個就是我今年的目標 我就是想出30集 在30集到 可能被人投票 或者有沒有自己很喜歡 起到的題目 或者那首歌 很想唱 很想完成 可能我會選擇8至10首 就是一個album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今年能否完成 但是這個project我是會完成的 現在入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你覺得怎樣 你的歌手生涯 或者音樂人的生涯 我覺得認識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好像入了一間大學 再入了一間大學 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project 有不同的作品 可以看看原來跳唱的MV是要這樣拍的 所以大家有很多可以交的東西 coachy偏交 你猜我樣樣很聰明 當然不是 我頂眼上 能儲錢的話 像今次一樣 可以上一跳舞堂 可以有dancers跟我一起拍這個MV 我覺得 都是 即是 作品好像去另一個層級 有沒有說哪一件事你輕鬆一點呢 你會覺得 輕鬆嗎 兩邊都挺輕鬆的 我覺得因為是獨立音樂人 我也挺爽的 就是我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Binis就有朋友跟我一起玩 在那邊有時 有不同的腦袋有不同的拋 拋了出來 又更加好玩 可能有時 Show 或MV就可能會輕鬆一點 可能我會拍的東西 其實就是拍五分一 我要唱的Line就是唱五分一 有些紙杯幫著 自己就要託 但是是另一種興奮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